他的感情 他等等这些方面的需要 应该是可以有 从那个相亲的关系中间得到满足的 那可是呢 如果在我的里面 有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的话 unresolved issues 如果在我里面有没有解决的问题的这些的记录 这些的记忆的话 那这个人就常常觉得说 我必须要制造一个 一个codependent 一个关系 我才能够得着我所要的 好像就说我认识一个人 他的台湾 在从台湾来的 那他的父亲是日记时代的医生 所以那个是很有权威 然后这个也经济环境相当相当好 他兄弟姐妹很多 他是最小的 他不但爸爸是行医 他妈妈呢 自己也就是做生意 开了两个店 自己在那边做生意 所以在他出生的时候呢 家里有经济环境非常好 那爸妈都很忙 所以呢 他就请了两个人来看他 看他这一个宝贝 两个人来看顾他一个 可是你知道看顾的人都是 都不是自己带的嘛 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 然后他上面的哥哥姐姐很多 都比他大很多 他是意外 最后很晚年得的一个宝贝 那所以呢 就是所以他上面就有很多人 他的很多事情都所有人都帮他做决定 都是什么 所以这个人从来没有学会怎么独立 怎么做决定 怎么自主 好 那结果呢 他就变成造成一个 他非常非常非常的依赖 当初呢 他要 因为他女孩子长得很可爱很漂亮 所以呢 这个男朋友很多 可是他爸爸是教会的长老 我就觉得说不行 这些都是太浮华 所以他爸爸妈妈选一个 选一个忠厚老实可靠的 就选了这么一个弟兄 然后就叫他嫁给这个弟兄 那这个弟兄呢 寡母独子 家里非常的穷 那可是呢 就是 可是就是真的是很老实 很忠厚 所以他爸爸看上 他就 他就 就嫁了 那这个 这个弟兄简直受宠若惊 哇塞 那是天上的凤凰 怎么到我家来了 所以一开始把他捧到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这个就唯命适从 可是这个 这个 这个女孩子呢 她是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决定 她不会做决定 她也 她也 什么事情 她就是 她 她不是没有能力 可是她 就是不会自己去做 全部都要这个先生做 OK 那先生当初真的是 哎呀 简直是 这是给我的荣幸啊 这巴不得去做 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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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久了以后 你知道就像是 背在身上的一个担子 甩不掉 因为这人不会自己走 干什么 都 都得背 背着一个巨石 天天背着一个巨石哦 不只是背包 因为他所有的 所有的一切的需要 所有一切的 通通要这个先生来做 那他又不是这么乖的 他还是 Queen 还是皇后 所以还有很多批评指教 你知道 都不满意 其实他不能做决定 因为他又想这个 这边有这个好处 那这边有这个好处 那这边有这个坏处 这边有坏处 所以先生如果选这个 他就说这边的坏处 那选了这个 就说这边的坏处 这边的好处 如果先生选了这个 他就说这边的坏处 这边的好处 所以很难搞 那久了以后呢 就越来关系越差 最后呢 所以先生呢 先生是一个很老实 很那个没错 可是 对 那结果呢 这个先生最后也造反 就又有了外遇 就不要他了 一种 你怎么那么得意 他呢 这个就叫什么 这就说 我把 把 把一个人绑着 然后要照 我的意思 来做事 可是呢 我因为我不能做决定 然后 所以我就 我也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就 就是不要不同意你 把你贬低 那这样子说 两个人都做不成事 我就说 叫做两人三角 那两个人 要把一条腿绑在一起 所以互相牵制的 很厉害 两个人都不能做 都不能走 他要走的路 要去 他要去的方向 或者说 要用他的速度 都不能 互相牵制 那这是 这是一个 很痛苦的事情 那 Colipendent of course OK 那 为什么会这样 那他常常 他就是刚刚我讲的 他就是要制造一个 他明明可以得 好好的 你就可以得 不是 他不相信 他相信说 他要制造成这么一个 Colipendent的环境 他才能够得到 他所要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魂器 他熟悉的 OK 因为以前太多人 撒吼他 太多就是两个人 照顾他一个 然后一大堆 给他一大堆意见 那这个 那当然给他意见的 就是说 哥哥这样说 那姐姐说 那样不好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他这个 全部都来了 是一个chaos 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不知道 最好主意在哪里 那可是呢 他终究会得到 他所要的 在这种乱七八糟的环境里面 他不会做主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 什么做选择 他不会 可是他总是得着他所要的 所以他要制造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他可以得着他所要的 这是Colipendent的人 OK 这很可惜啊 在这个环境里面 只有他一个老公 他没有那么多人伺候他 所以他老公就很可怜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上次有提到他们一次 那个也是我的个案 OK 然后这个个案呢 就是我说过 这个先生这个 从小就是 就是没有爸爸 然后就是妈妈带着他跟姐姐 寄人礼下 就被人家欺负的不得了 被人家那个 比如说我讲了厨房的一个角 让他们母子女三个 母子女三个人挤 然后就百般的这种凌辱 这种虐待 这种等等等等 那他呢 就是当然他没有任何权利反 他们可以有任何权利怎么打他 怎么凶辱他都可以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那个 所以他就闷不吭气 可是他心里发誓 他要出人头地 所以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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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然后进了最好的 他是这是中国大陆来的 他进了最好的大学 他上了最好的大学 然后在里面是成绩最好的 你看你今天 internet打开他的名字在上面 因为他做了地球科学 什么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 那真的是非常杰出 他非常非常杰出 OK 所以那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那时候他在中国大陆念研究所 然后碰到这个太太 这个太太呢 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那这个太太家世非常的好 OK 我是不大清楚 不过中国大陆的情况 不过我知道他爸爸就是一个非常 地位非常高的人 好 那所以他的家世什么是很好 那这个多少人 这个其实这个太太 是一个大美人 长得很漂亮 而且是一个非常怎么讲 踏实的一个人 他一点都不腐滑 那就是脚踏实地 他只就是做事 就是很认真这么一个人 那他看上的先生就是这一点 老老实实 不浮华 然后他看到那时候他看到先生是怎么样呢 一个很有成就 那个年轻有为 非常认真负责 非常吃苦耐劳 非常肯干 非常 跟时下的那些年轻人不一样 所以他一眼看这个人他就说 OK 这个人是我要嫁的人 好了 结婚了 结婚了呢 这个他因为他看到的先生是这么样一个人 他是非常非常尊重他这个先生 然后他就愿意呢 他把一切的劳苦都自己担 那先生那个时候到美国到美国来 好 在在在念这个博士 所以他就把这个他就一个人呢 带了两个孩子 所有的东西一肩扛 然后让先生专心读书 那可是呢 就像我上次讲的 很孤单啊 每天跟那两个 一个刚刚出生 很孤单啊 所以那这个先生就 见不到人的 回来吃个饭 又不见了 又去实验室了 到半夜三更 然后回来睡个觉 一早还没那个 又不见了 就是就是就是这样 所以他真的觉得 他这边语言不通 带了两个小孩 没有任何的社交 没有任何东西 就是做这些事情 所以有时候又年轻嘛 那他自己是牺牲 他自己也很能读书 也是非常聪明 成绩很好的 他把牺牲掉了 所以有时候也是觉得 那个所以他有一次 他就一面洗碗 就一面掉泪 这行程就 我就说他痛打了一顿 那痛打 然后后来呢 打了一次后就开始打 然后打他 打小孩 那他最不能忍受 是这个先生打小孩 那他打的时候呢 不但打 就是那个口出脏话 那个脏话脏到一种地步 跟他这个文职彬彬 这么有学问 完全不相配 他傻眼了 这个他也傻眼了 可是从那时候一看 他就对这个尊重就没有了 然后他尊重没有 很多怒气 一点都不尊重 那所以他就说 他觉得这个他受不了 他要走 要走的时候呢 这个先生就把招式不准他走 然后就说 跪下来求他 流泪 所以他真的把他看得扁扁的了 那就是一点都瞧不起他了 然后开始讽刺他 开始冷嘲热风 开始就是冷落他 然后跟孩子一起 就是拒绝他 等等等等 你知道怎么样 他们就这样子过了三十年 你知道这个先生是怎么样 这个太太是那么尊重他 这么爱他一个人 他不行 他把太太变成一个看不起他 虐待他 就是用各种方法虐待他的一个人 反而可以 又回到那个 他要制造成那个环境 因为那个环境他熟悉 这个环境他 在那个环境他生存出来 他知道怎么样过日子 所以你尊重他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过日子 他手脚怎么放都不知道 他很不舒服 所以他一定 莫名其妙就这样打 莫名其妙就这样做 要把它制造成那个环境 然后他熟悉了 他舒服了 他可以过日子 那太太不就变了 然后不用变他 是啊 是啊 所以后来不信这个先生 因为我觉得从小就受虐待 什么的太多了 所以他前年过世了 那是肝的cancer 那当然最后很痛苦很痛苦 然后可是呢 因为最后我们认识了 开始做 所以他们这个关系 就是说可以 因为先生也没有力气骂人 也没有那个打人 那这个太太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看他那么可怜 也不再讽刺他 就是两个关系好像还蛮好的 那就这样子他走了 走 这个太太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他觉得我怎么那么坏 我为什么是这样 我怎么从来不就是不尊重他 不看好 他什么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都好三年了 在做那个therapy 还没有办法把太太转回来 还天天活在那种悔恨 那种痛苦里面 好 那就是这就是你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过去的 一些伤害 然后我们今天放在 我们今天的关系里面 好 来这个 这是有他后面的原因 就是都是有他后面的原因 有他后面的目的 那可是呢 这样我们把他讲出来的时候 觉得好可怜 可是你活在里面的时候 好痛苦 好痛苦 好 好 那 最主要为什么会有 每一个人都会有 多多少少都会有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记不记得 我们说六个月那个以前 出生到六个月 那个共生期 好 如果共生期的时候 这个 我们最理想 按照个人自私的这个人来讲 生下来这个人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 有罪的人 对不对 那是很自私的那个 理想的话是什么 妈妈跟我是黏在一起的 二次小时候黏在一起的 我要任何东西马上就得着 OK 那这个叫做完美的共生期 OK 那事实上呢 不可能 好 当你有这样所谓的完美的共生期的时候呢 你就 你那个时候觉得你会 你被关照 你能够 你可以就是说 你活得很高兴 你知道你可以活下去 你觉得你自己非常powerful 因为你要什么 这么小 什么的位 可是你要什么 可以达成什么 所以你觉得自己很有能力 OK 然后你 你就会知道说 我自己永远会被这样子爱 OK 那你就这个 很有安全感 那这个是完美的共生期 可是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OK 妈妈有妈妈的事 OK 然后尤其是有些人 这个 比如说醉酒的 或者父母都很忙都上班 或者是说 这个妈妈有时候是身体上 或者什么的 或者家里有人生病 要照顾 长长期的 那或者是说 这妈妈很多是 有忧郁症 就人在 心不在 感情不在 很多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 没有办法 得到那么完美 那我们不完美 没有这样完全得到 就有这个叫做 unfinished business 就有unmad needs 就变成没有满足的一些需要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 没有解决的 issues 问题就出来了 OK 好 那 可是呢 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 因为呢 我们有第二次的共生期的经历 那在什么时候 谈恋爱 谈恋爱的时候 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们两个人真正分不出来 谁跟谁 如果是真正的爱的话 你的就是我的 你的想法就是我想法 你的感觉是我的感觉 什么我注重你 注重我的 然后互相都是看中对方 过于看中自己 好 那那个是第二共生期 那 这个呢 是第二次机会 如果我们学会在这个共生期里面 我们好好的 一步一步的 然后慢慢的 那我们是分 最主要是分 OK 所谓的分 我是说两个圈圈的交合 可以 可以 很有弹性的 如果我们第二次学好的话 很多 前面的没有解决的事情 可以解决 可是问题 我们在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人学会 没有人懂 都还没有人懂 所以呢 第二次比第一次更不理想 所以 尤其是我们 如果说是你第一次谈恋爱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常常 我们爱上的不是这个人 而是我的理想 套在这个人身上 我们叫投射 投射在这个人的身上 然后我爱得要死 可是那根本不是这个人 所以 常常那个初恋 常常没有成功 为什么 因为我也爱得要死 可是我会发现说 你看到我好像透过我过去的 你的感觉 你认为的我 其实不是真正的我 那我就开始恐惧 开始害怕 所以常常就不成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理想的这种东西呢 就是第一个 没有那么理想 没有满足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里面 把所有的理想 通通投射出去 你看 好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 可不可以做婚前辅导的时候 那个辅导 你能告诉那个 要结婚的那个 未来的妈妈告他 你看六月份的时候 你要做这个 婚前辅导有一定的课程 有一定的程序 告诉那个 你像你 如果你生了小孩的时候 前面六个月 六个月 你要注意这样 注意那一天 他才结婚 对 他才小孩 还运的时候 他说不可能会完美吗 那我们就先有个教导 然后就告诉他 你前面小贝比出 真的说那六个月是很重要的 那这不就完美了吗 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婚前辅导 好吧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这些的课程的话 我觉得是蛮好的 蛮好的一些教导 大家都是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上的尝试 基本上的认识 那有一些的话 我觉得是蛮好的 那婚前辅导很忙的 好多好多事情 要做的 那是婚前 而且包括你们要不要小孩 很多是不要小孩的 你刚刚讲这个干嘛 结婚其实可以决定不要小孩 很多人是这样 很多 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 要求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希望不一样 你希望要有 人家希望不要有 OK 好多数的父母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教导小孩子分离 跟我们分离 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 因为如果那我们之后 很烦是把它推开 可是怎么样正确的教导他分离 我们不会 父母都不会 OK 那甚至有些父母就说 我有被需要的需要 所以我抓着儿女不放 或者我要有那个拥有的那个 那个 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 那个妈妈 只有一个儿子 那个妈妈 把孩子抓得很紧 我要拥有 你看我失掉了一切 所以我要拥有这个儿子 OK 我也这个东西 所以他把这个孩子抓着 好 那所以孩子就没有学会 怎么样心理上能够分开 能够独立 OK 没有办法独立自主 那我看我这边大家讲了什么 OK 那所以呢 其实在心理上面没有分开 没有独立过的人呢 那常常觉得有这种 黏在一起这种合一的需要 我们想到时候 如果没有被教 我们没有学会 OK 那我们碰到人的时候 我们常常觉得 要跟他黏在一起 这种合一 就像共生期那种合一 我们常常有这种需要 OK OK 好 那 如果说在家里面 父母哪一方面有暴力啊 有虐待啊 好 这种对孩子们 那另外一个 一个 一方是这样 另外一个呢 就继续保护 要过度保护这些小孩子的话呢 那 这个 这个孩子对这个保护的这一个 这一个 父亲或是母亲呢 就产生了一种 很强烈的那种依赖感 好 他没有办法跟他分离 那 心理上 那可是到长大以后呢 他不是分离 他是把这个转移 转移到他的配偶身上 那种 那种 那种需要那种 那种 依附 那种 要有那种安全感 好 就转移到他的那个 partner身上 OK 他要求这个人说 你要给我安全感 而且要给我 我要的方式 要我要的方式 给我那个安全感 那 这个人不一样 成长环境不一样 这个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 这个人常常就会用什么 用软硬监视 用这种操纵 让你给我 我要的 OK Codependent OK 所以我就说我们需要找出来 并且要了解 我们现在这个 我现在我这个身边 你今天每个人放眼看 你现在目前你的身边的关系 有哪些问题 然后你找 你去找找看这问题的来源是什么 OK 我们要想办法改正它 不然呢 这种东西会一直重复 而且越来越糟 大家都很受苦 然后你又又又又又又那个 就是说 有的时候呢 这种关系 不到一个一个特定的一种 那种静的程度的时候 不会发出来 好 那一定到这种 我就说到最后撕掉疆界 撕掉尊重的时候 这种东西就出来了 好 那刚刚那一个 我刚刚讲那个 那个先真过世的那个 就是到一种地步 就说他不到一个 那个他用打的用暴力 然后把那个疆界给打破 就是说就是说那个 没有那个疆界 所以那这个 这种东西就产生了 这种问题就产生了 OK 一开始太太对他非常尊重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他他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用分开 他跟太太是用分开的方式 那因为他到美国来读书 太太怀疑就是说 你留在大陆有人看着 然后他奇怪就说 很少写信 从来不打电话 好 那有一年的时间吧 出来 来的时候 他也来的时候 女儿已经出生几个月了 就是这样子 他用这种方式 OK 他没有办法 他不晓得一个人那么尊重 他那么爱他的时候 他他能怎么办 他手脚都不会放 他不知所措 所以他怕 还开始用躲的 后来就用这种方式 让你就尊重打破了 所以这个疆界没有了 所以就可以造成 我这种 这种 这种co-dependent 这种问题就出来了 好 到这边有没有 还有没有什么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有没有什么补充 那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好像有点 就是敬酒 敬酒 不吃 不喝 喝 拔酒 拔酒 然后就 好像就 变骨头 就让人家这样 虐待他 他才这样 那是他熟悉的环境 所以这是一个伤害的结果 这是一个受伤害的结果 那因为在这个里面 他这样被对待的时候 他懂得了 他明白了 怎么活 怎么放手脚 怎么讲话 怎么做事 他会 这种事也是有点被虐待 所谓被虐待话 看起来像是 没有被虐待 活不下去 是不是一个越打 一个越矮呢 co-dependent 常常要至少就说 在他们survive的时候 在这个关系还存在的时候 是这样 必须要这样 自保的 好 说实在 假如这种情况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他们早一点 可以脱离这种困境 对 所以 我就说 我说今天我们来做我们 我们自己先做 OK 我们自己做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告诉人家怎么做 OK 第一个 第一个 OK 你仔细来省察 仔细来看看 你目前的关系里面 你有什么愤怒 有什么怨恨不满 好 把它列出来 OK 然后呢 列出什么呢 分几个方面来列 第一个呢 对你的父亲 对你的爸爸 有什么怨恨不满 有什么这些惧怕等等 这些的 这些的情绪 第二个 对你的妈妈 第三个 不要confuse 不要不要搞糊涂 第三个对你的父母一起 因为有时候是互相帮凶 你知道吗 一伙 一伙 或者是说 一个 一个在 一个在 就是虐待 另外一个不闻不问 所以对这个双方 这两个的配合 然后和其他有关的人士 把这些 你一样一样列出来 就是说你记得的 你就是 就是比较诚实的 仔细地去想 你的看法 有些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么 然后你 你的 你因为那个看法 出来的感觉是什么 OK 你仔细去想 OK 这是第一步 我们要把它 仔细细地列出来 要经过很多时间 有时候很痛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已经不让自己 我等一下会讲到 有时候我们会不让自己 去这样去想 不让自己去防止 老师是说 第一个对父亲 第二个对女亲 第三是 对父母 一起 然后记一下 对他们的看法 感觉 对 对他的愤怒 对他的情绪 那种所有的 那种负面的情绪 然后第四个 我们讲到对自己 我是不是漏掉了 对你自己 有什么负面的情绪 有负面的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 然后第五个 其他的有关的人士 就是兄弟姐妹 什么老师 一些某些同学 某些等等等等 这些人 你还记得的 OK 然后第二件呢 你你把 你记不记得 你把它写下来 你记得 小的时候 你父母 就是不同意你 不赞成你 不允许你的东西 是什么 不在你的地方 是哪些地方 好 那哪一些东西 是你今天 你到现在 你自己也不赞同的 OK 那有哪一些 是你现在 在批评别人 你不赞同别人的地方 再讲一遍 就是说 你记得 你小的时候 你的父母 对你有哪一些 是你不赞同你的地方 不同意你 不允许你 的地方的 OK 那有哪些 是你自己 也不同意 也不喜欢 也否定掉的 是当时 还是现在危险 对自己是现在 在当时 一直到现在 都有 就是父母 比如说 父母不允许 一些父母 都现在 觉得父母 都不允许 是对的 对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对 可以这么说 对 我举个 我用举例 讲比较清楚 因为这个东西 讲出来 讲不出来 那有一个 比如说有个小男孩 然后他就是很皮 然后他常常想一些怪点子 所谓的怪点就是 因为这个孩子很creative 很有创造力 所以他想一些东西 可是他妈妈讲的事情 他就常常不记得 要讲不准 要干什么 他不记得 他就搞一些东西 结果他妈妈就是很气 气了最后 就把他的头压在 人家那个两个夹子 你可以转 夹起来夹住木头 然后锯木头 或者雕刻的那个工具 把他头夹在里面 就夹伤了 OK 把他夹伤了 结果他的记忆是什么呢 说我很坏 我很不乖 OK 那这是他同意的 他变成他同意他的父母 因为他妈妈是一个 很怎么讲 就是真的是很虐待孩子的一个妈妈 OK 这只是一个事件 被后来 这个事情知道是因为 被政府发现了 社交工作人员 把孩子带走了 然后这个 当然妈妈要被定罪了 可是孩子就怎么样都说 是因为他自己不乖 他很不乖 他很坏 所以 因为他自己也赞同了妈妈 OK 那这个 就是你自己也同意 可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投射到人家 所以今天你会找人家 这个你不同意 那个你不喜欢 那个不对 这个不对 你在什么地方批评 那这个是我们开始做 我们自己的第一步 我们把它找出来 然后找到那个原因 然后用我现在是一个成人 来跟我自己讲话 那常常你用写日记的 用写的跟自己写 好 好 一个codependent的人 因为他 他容许 他让 他容让另外一个人的行为 来影响他 好 然后 他觉得很痛苦 所以呢 他一定要改变那个人 要控制那个人 一定要 打括号 帮助那个人 OK 那可是他自己的本身 这个人自己看自己 自己的本身 他是自我价值很低 OK 然后他常常在自己恨自己 那个边缘上挣扎 自恨 自我压抑很厉害 因为他很多时候就说 要做的他不能做 因为这个人 OK 他不能做 所以呢 他很容易放弃 他常常在生气 OK 然后他也常常自己敬 在那个罪恶感里面 敬泡在罪恶感里面 那虽然这个人是说 以他人为中心 我们叫other centered 好像很有爱心一样 因为自己 可是他这个 这个他不是爱心 他是自我放弃的结果 OK 他不是真的爱 那 所以 他自我 自我放弃 自我仪器 一样 那所以他有 他这个人有沟通上的问题 他亲密关系上 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下面会谈到亲密关系 那这个人他的生活 一直在周而复始 在一个圈子里面打转 这个圈子是什么 第一个是denial 就说 否定 这不是真的 他没有发生 不会是这样 他很爱我 他不会 他不会恨我 怎么怎么 denial 就否定 OK 然后下面就是 生气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他明明很爱我 他怎么可以打我 他怎么可以骂我 等等等等 就生气 OK 然后下面呢 就是bargaining 在讨价还价 那你 你这样子好吧 你今天 你少喝一点 那我就 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怎么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在讨价还价 然后讨价还价不成 如果你那个 不成 所以他就会沮丧 下面一个就是沮丧 然后最后就是 好吧 认了 要接受 接受实施 他每一件 常常很多事情 每一天就在这种圈圈里面打转 就在里面打转 不懂的事情 OK 那很可怜 很痛苦 可是呢 他是为了求生存 学来的一种做法 一种想法 一种感觉 和一种说法 那这种 这种不管怎么样 这种东西自我破坏性很强 而且呢 你永远得不着 你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他老是用这种方式来寻求满足 他永远不会得满足 好 我们Codefendant 算是介绍完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听得很heavy 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有 我相信你们如果做那个测验的话 只是程度上的问题而已 我们多少都有 因为就像我讲的 不可能有完美的共生期 不可能的 OK 然后我们从小学到 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 不只是跟妈妈 我们从小长大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那个感觉 让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的感觉 让我们的一种 造成我们一种叫做believe system 这我相信 只有这样子才能怎么样 所以我就要制造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会成 OK 我们多多少少都有 关系上面 那会不会如果你真的是信了福以后 真的神的生命会改变你这些东西呢 你要自己去对付 这个东西因为是隐藏在里面的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 我会 可是呢 不会 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focus on 不会 不针对这个东西来做 来处理这个事情的话 会好一些 可是呢 很难 那这种好的时候 都是因为我实在太痛苦了 我去找神 我问怎么样 所以就改一点 可是不是为这个东西改 而是就是因为这个 其他的东西改了一点 学到一点 或者多有一点 就是看到多一点 所以爱心多一点 或什么之类 这样子的改 而不是我的问题 并没有解决 所以怪不得有时候 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些人 或者是一件同工 他的反应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要赶快讲我们的亲密关系了 OK 什么叫亲密关系 我们中文一翻译 我们以为是很好很好 甜甜蜜蜜的关系 不是 不是 这个亲密关系呢 是跟你很近的人 这些近的人的关系 比如说你的家人 你的配偶 或者是男女朋友 或者是说 甚至于就是说 我们某一个 为了某一个目的在一起 一起共同的那些人 比如说我们一起爬山 我们去爬喜马拉雅山 我们有一个月时间 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 这种叫做亲密关系 OK 那可是这种亲密关系 也是决定你快乐啊 痛苦啊 等等等等的一个决定的因素 OK 凡是从机能失调家庭长大的人 就是你我咯 OK 我们通通都受过伤 OK 那为了我们重生下来 我们就有一个本能 这个本能叫做求生存 为了这个求生存 这个本能 每个人就发展出来一套 很复杂的系统 好 来忍受这些伤害的 所带来的痛苦 好 那他们的这个系统 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都会否定 或者是扭曲这个事情 真正的 就是说这个事实 我们会否定或扭曲这个事实 从小很小 OK 然后我们去 我们会隐藏或扭曲 我们真正的思想 我们真正的感觉 我们从小就会 或者是呢 我们会用一种比较 比较不容易受伤的情绪 来武装那个比较容易受伤的情绪 好 我举个例来讲 因为这个东西又搞不清楚了 OK 举例来讲 比如说 如果比如说 我被否定了 我被骂了 我被拒绝了 好 那很痛苦 对不对 可是呢 我用另外一个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太容易受伤 如果我出来 我要你接受我啊 什么这个 这个是太难了 这个人家不接受 我就又受伤 对不对 所以我用什么 我用愤怒 我就有 我就用生气 OK 来代替这个痛苦 所以我给自己的感觉 给自己的看法 是我生气 OK 我生气 那或者是说呢 比如说 比如说好了 我们如果说 我们小时候 我记得 要上台演讲 被老师抓上去 说要上台演讲 吓得半死 那全部都是大人 都是家长 吓得我 那全身发抖 那老师跟我讲什么 他说 这什么好怕的 你把我们都当萝卜菜头 你知道 所以用什么 用那种轻视 来代替恐惧 你把这些都 都轻视他们 然后来代替 你的那个害怕 代替恐惧 OK 所以这个 害怕是一个 比较容易受伤的情绪 可是 如果 我不理你们的套 不怕你们 用轻视的 你们不过是什么什么而已 这种放低 那这种就比较容易接受 对不对 或者是说 人家把我 就是把我这个 侮辱我 就嘲笑我 侮辱我 然后我整个是 把我看得 一文不值 让我觉得我毫无价值的时候 那这种是 很怎么讲 很容易受伤的感觉 所以我就用什么 暴怒 来 就是来表现 来武装 OK 那这种 这种叫掩盖 或是武装这种行为 从小我们就学会了 我们一直沿用到现在 一直沿用到我们打 到现在 OK 所以呢 可是这些受伤 或者这种类似的经历 这种记忆 一被嚼起来的时候 OK 那 我们就开始 就开始用这些方式 就是取代了真正的 结果呢 我们就伤了 我们现在的关系 好 我们就没有办法 维持一个 很好的 很好的关系 好 我看 没有时间 我这里就不讲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 就是说 圣经上有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好 坏到极处 谁能测透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一直转弯 然后这个用这个取代 那个用这个取代 什么到最后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一回事 OK 所以我们的办法 我就说 我们开始 如果我们真正的 想要那个的话 我们就是要 诚诚实实的开始 我们来看 小时候的真相是什么 OK 那我们那时候 在那个时候 在当时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OK 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自我的看法是什么 事后以后 我的自我看法是什么 好 然后 这个看法 在关系上 我是怎么把它扭曲掉 OK 比如说 小的时候 我的爸妈妈 常常就拿我们去比较 去跟人家比较 那比的都是 因为要我好 就都比好的比 就是你看 人家什么什么 人家王小弟 就怎么怎么 就能怎么怎么样 人家人家什么 张姐姐 已经几岁就怎么怎么样 谁又会怎么弹琴 然后谁又怎么怎么样 你呢 OK 那这么一来 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很羞愧 觉得很那个 好 那我的 我的想法 从那时候开始变成 我不好 我不够好 OK 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好 或者是说 家里就说 妈妈是就是 逼得很紧的 好 那你就随时 你都不是 你就是要读书 我小时候就是读书 就是一定要读书 你不管你要 有没有书要读 你对做书 请不请读书 OK 那如果你不读书呢 好 那你就是很坏 没有出息 然后我们的惩罚 什么什么都来了 所以你就有一个 到今天 我自己觉得 我今天如果说 我不做事的时候 我就有很不安的感觉 我总是觉得 好像大祸临头 因为小时候会被打 或是被骂 对不对 就有那种 大祸临头的感觉 OK 那这个就是 那个时候发生情景 让我来 对很多事情有趣了 所以今天没办法 今天就是 没办法 安心下来 坐下来享受享受 休息休息 不可以 好像是这样 那每一个人 情况不同 好 那 我再举个例子 譬如说 好 就是要叫孩子们 就是什么 大家都要 都要努力做事 要什么 怎么 怎么 要不然的话 就会怎么怎么样 好 那 所以呢 这个 我看 OK 如果说 你在 你在做你想要的事情 你在做好玩的事情 让自己高兴的事情 好 或者你 你想 你拿到一个 什么你想要的东西 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 就要被骂 好 你就是 这个就是坏 这就不好 这就不应该 不可以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变成什么 变成像苦行僧一样 什么好东西不敢拿 什么好东西不敢要 好 不敢对自己好 不敢让自己快乐 OK 那这个就是 这些 就是我叫 机能失调家庭里面 造成的 一些 一些现象 好 OK 那我们小的时候 因为是 完全无助 完全要依赖 父母 来求生存 那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必须 就只有瘦的份 那瘦了 没办法瘦 我们就 把它变一变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种方式 各种方法来变 可是我们今天要知道说 我们今天已经是成人了 好 只要 只要我认真 大部分的事情 我都可以用正确 比较健康的方法来处理 OK 那 可是如果就说 我 没有这样想 没有这样去 去做的话 那我常常就是直觉反应 那直觉反应 我就说 我们那个大脑 那根神经 从小练就 非常粗 非常强壮 啪 一下就过去 就是这样做 好 那 所以 我们就是 我们不去 aware 就是不去 怎么讲 不去明白它 不去注意它 不去了解它 那我们就一直用这个方式来的话 好 那 这个我们常常用到小时候扭曲的一些方式 来 主理我们今天的关系 OK 那不知不觉我们就把今天关系都牺牲掉 OK 那最糟糕就是说 我真正我的需要是永远不会得满足 OK 那我的生命里面老是有缺口 然后 OK 我的生活上面 生命上面 永远都是有缺口 那我这时候我就 有些人就说好 我实在没办法 我去追求属灵 好 就拼命追求属灵 可是你要知道就说 我们 我们是一个 这个 我们不是追 我们的信仰不是 哎呀怎么话都话不直 我们的信仰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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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我们的信仰是这个东西 OK 那你一直追求属灵的时候呢 是你跟神的关系 OK 可是这只是一根棍子 这并不是十字架 这个呢 是你跟人的关系 那你 我们这个关系要很稳 因为这十字架 在磐石上扎着 然后呢你是四周转 为什么 你影响所有的人 OK 那所以你 你这个不 没有这个东西 你只有这个 那是没有用的 在神眼里是没有用的 而且不是神的意思 我们弄错了 重要的 我们要追求跟人的关系 而且是全面性的 OK 在神的根基上 跟所有人有好的关系 然后 你知道 人家受你影响的 神需要你去影响别人 OK 所以你这些东西 你这些如果处不好 你再追求属灵 你填不满 没有用 OK 好 很不快乐 对很不快乐 对自己看法也很不好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讲了 好的亲密关系 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 如果亲密关系很好 看起来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好的是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才知道 从什么方面努力嘛 你记不记得 OK 我先来这样 我先把它 写一下好了 好的亲密关系呢 嗯 叫什么 OK 好在我女儿不在 我女儿在 现在已经鬼叫起来 她最怕这个声音 OK 好的亲密关系呢 是叫做 ESA Emotional Secured Attachment OK 就是Emotional 我们知道是情感上 情绪上的 Secure是安全的 然后Attachment 是我们说的衣服 我们讲过的衣服 你记不记得 我先如果我们要中文前 我们要从下面往上讲 英文跟中文常常反过来 从下面往上讲 我们好的衣服是什么 记不记得 有没有人记得 好的衣服关系是什么 OK OK 那是小的时候 现在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衣服的关系 是什么 看起来像什么 可以独立 也可以 可以各自也可以在一起 可以 OK 很好 很好 就是两个圆这样 两个圆 对 有一点中干 但是又分 又可以合 可以分 可以有弹性 很好 最主要我们有个感觉 那感觉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 如果我有一个很好的衣服关系 我知道是说 她 我在她的眼里 我很特别 她对我是另眼相看的 OK 然后她很喜欢跟我在一起 如果呢 我不在 我们两个不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知道她会 她会记挂我 她会记着我 她会挂念我 好 然后我们两个可以分享我们 所有东西 最深的思想啦 好 我们的梦 我们的感觉 好 我们都可以讲 我不会怕 会被嘲笑 会被拒绝 会被批评 这个是好的衣服关系 而且自己对最软弱的地方都可以爬出来 Exactly Exactly 对方会接骂我 对 我不会怕 我会拒绝 或是那个 好 那这个是好的亲密关系 好 不不不不不 这是好的attachment 好的衣服 OK 什么叫做secure OK Secure呢 分成两个部分 好 什么叫安全 你怎么样才有安全 好 第一个 OK 两个 第一个叫做accessibility 好 第二个叫做responsiveness 什么是accessibility 好 就是说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是accessible 就是说你是可及的 你会在那里 OK 任何时候 我需要的时候 我知道你会为我 你会在那里 所以会站在我后面 会支持我 好 这是第一 这叫做accessibility 第二个responsive 你不但在那边 你 你会在那里 我需要你 你会在那里 而且你的回应 一定是支持我 一定是正面的 OK 这个就是我的安全感 我们这样的关系 让我很有安全感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accessibility 所以就说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在 然后呢 你的回应 responsiveness 都是正面 都是支持 都是肯定 都是 我靠得住 我可以靠你 我可以靠在你身上 OK 那这个是安全感 那最后一个 讲到emotional 这大家都知道了 不是思想上的 不是理论上的 不是道理上的 是感情上的 所以你感情上 你对我是accessible 是我感情上的需要 我感情痛苦 我什么什么 你是你会在那里 你会了解 你会那个 然后你的responsive 你是很支持 很正面的 OK 然后我很有确信 我们有很好的衣服 这个是好的亲密关系 好 ESA 这是好的亲密关系 OK 有好亲密关系的人 是怎么样 这个人独立自主 他很有自信 OK 他很有安全感 然后呢 他这个天然的 他对这个焦虑紧张 有天然的抵律能力 就天然可以抵抗 这个东西好像 如果说是刀枪的话 他是不入的 他不会有的 OK 然后他也不会怕受伤害 他也不怕受伤害 他这个人呢 他很平稳 好 很这个 很冷静 好 很平稳 很有好奇心 他不怕困难 不怕挑战 很 很想学的 然后 那个 也 也 也很爱冒险 就是说敢去冒险 不是很爱 很敢去冒险 这个人会一直不断的自我更新 好 那对外界的适应力很强 如果你 任何一个人 有一个 只要有一个 好的 ESA的话 你就可以是这样 像什么呢 像是一个很 就像是一个那个 我们的那个大哥大 那个那个手机 电话手机 有一个很好的charger 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叫什么 充电器 OK 你随便用 你 反正你可以充电 OK 没有这个的人 很多人没有 我们可能大部分都没有一个好的 ESA OK 没有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他就 这种人 他是 他不喜欢改变 他很难适应 他适应比较差 那个 凡事他只求过了就好 minimum 能够做的就算了 过了就好了 OK 得过且过 他不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新事物什么 他的新的方式什么 他通通病 很容易紧张 很容易担心 很容易沮丧 OK 人际关系呢 表面很肤浅 很浅 活得很不快乐 OK 这是缺乏 没有这个好的亲密关系的人 OK 好 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今天 真的是我们自己 好 尤其在神里面 我们是独立的人 我们真的可以自己处理 我们大部分的事情 不需要依赖别人 那 可是这个处理 我们可以学习更好的处理方式 OK 这种事情 这种我们可以学习更好的处理方式 最重要 让自己是一个 这样的人 而不是我去找一个 那你怎么不是 那你怎么不是 你怎么不是 找我 你怎么不是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我自己 先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 好 我对人家来讲 我对人家 我always 这个东西做得到 OK emotionally 我只 accessibility 跟responsiveness 我做得到 我尽量做到 好 对我的孩子 对我的 配偶 好 我尽量做到这个 然后呢 attachment就自然产生了 那个 依附 就自然产生了 如果 我这样子的话 好 记得他是emotional 不是道理 他来找你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讲一大堆大道理 因为怎么样 我的 你跟我讲一大堆大道理的时候 是非对错出来了 好 我被拒绝了 我的感觉被拒绝了 好 那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重点 好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个人怎么知道被人家爱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爱我 我上次讲过那四点 OK 哪四点 好学生 是假的 理解 接纳 了解 然后接纳 然后就尊重 然后就关心 OK OK 非常非常好 OK 这是 这是非常好 这是我去爱人家 好 我去爱人家 那小孩子最知道谁爱他 谁不爱他 嗯 他怎么知道 感定 感觉 很准 什么感觉 他什么东西 你付出刚才那四样给他 他 他接受你那四样 OK OK 可是他没懂那么多 你知道 你知道我觉得 这个很多东西 我们讲过 我们口头语言上的沟通 最多只有25% 现在75% 是其他东西的沟通 那眼神啊 表情啦 肢体语言啦 你的动作 我看你我就背对着你 半背对你 好 你就知道了 我算跟你讲 你很好啊 你很不错啊 那我讲了很多 不是我嘴巴上讲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怎么知道自己被爱 就是说当我 从这个人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 是什么样子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 我很可爱 我就知道这个人很爱我 OK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值得爱 很值得被爱 好 那如果我从这个人眼里 虽然那我父母跟我讲了很多 大道理什么什么 可是我看 从他眼睛看到我 他觉得 我觉得他觉得我没希望 他觉得我没出息 我一点都不觉得被爱 我父母是很爱我 我就说一个小孩 他知道父母是很爱他 用尽了所有能力去教他 去什么什么 可是他从你眼里看到 他是 没有 没什么出息 没什么希望的 那他的感觉是什么 不爱 所以我们常常跟孩子 常常跟他讲说 你这个错了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那个他的感觉是 你不爱他耶 因为你知道 我从你眼里看到我 我是错的 我是不好的 我是不对的 我是不乖的 我是不可爱的 而且不欣赏我 对 那所以我今天最主要指出这点是什么 你们对你们的亲密的关系的人 好 你要让他从你眼里看到他是可爱的 那就对了 简单的说 简单的做法 那一大堆理论 我们不管他怎么做 是怎么做 OK 好 那你说恋爱里面的人 那他当然他看到那个对方 是完全美好的 OK 那真是最理想的 可是就像我说的 常常呢 是一种投射 OK 那我们今天不做那种投射的 我们做真的 那这个孩子 你知道 或是这个配偶 十样事情里面 九点九样都是 都是错 都是不好 都是不满意的 可是那个零点一 那我就只看那个零点一 OK 我就常说那个一杯水啊 只有半杯啊 那我们常常都是看那个 那个怎么怎么怎么 已经少了一半了 剩下一半怎么够 怎么这一半到哪去了 完美主意 OK 那我们看那个有的 我们还有半杯 OK 这是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 好 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努力追求 努力去做 不是我讲 是圣经讲的 OK 那去随时说造就人的话 随时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 我们这个 总算讲完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补充 有没有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那我们来谈谈 你最难说 那我的是在什么地方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 三个人一组好了 三个人 你们找三个人 三个人一组 我们 我们用十分钟嘛 然后五分钟 就用十分钟 我们 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三个人应该可以吧 够吧 好我们赶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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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